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本也想加入到这个文明国家阵营当中 对近代化考量要深远的很多 两个不同的民族在这种挑战回忆模式当中 交出了两份不同的大选 我们今天是否去总结了这事说的教训 这才是核心问题 各位好 欢迎收看《凤凰大视野》 丁武昌自杀那天 公元1895年2月13号 李鸿章接到朝廷的任命 赏还灵符 皇马挂 成为大清国的义和大臣 李鸿章说过 他自己只是大清国一个表胡将 表了这里 露了那里 一个李中堂救不了大清国 而丁汝昌又何尝不是另一个表胡将 丁的能量更小 回旋余地更窄 处境更艰难 在今天的复盘中 我们来看看指挥关门的处境 下关是一座美丽的城市 同时也是本州和九州之间交通的必经之地 它位于本州岛最南端的山口县 与九州岛隔着一道窄窄的关门海峡 关门大桥也甚是雄壮 凌空而起 在离大桥不远的地方就是春帆楼 河豚是下关的特产 正是在这里 李鸿章吞下了比河豚还毒的下关条约 那么加武战争呢 把台湾割让给了日本 把辽东半岛割让割了日本 那么后来在俄国的强迫下 日本把辽东半岛还给了中国 那俄国又在辽东半岛有它的权益 后来又是热战争 关东军的建立 都跟这有关系 雷夷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 作为晚清历史专家 这个场景是他无比熟悉的地方 李鸿章也是他无比熟悉的人物 加武的故事发展到马关 任凭谁也是无能为力了 李鸿章自己对自己的底下最准确 就是一个表胡将 一个腹朽了的屋子 谁也没办法 我只是在他腹朽了的木屋外面贴了一层漂亮的纸 日本联合舰队的军官士兵 正沉浸在战争胜利的狂喜当中 他们为之奉献一切的事业 终于收获了回报 突然从松岛舰上传来一道命令 要求各舰停止一切娱乐庆祝活动 士兵们面面相去 各船上逐渐寂静下来 这道令人大惑不解的命令 是由舰队总司令伊东又亨下达的 他下令所有日舰降半旗 明吊焰礼炮 为丁汝昌的遗骸送行 这是1895年2月17日 水师提督丁汝昌死后的第五天 这个建筑物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院落 一个衙门式的建筑 这也是现在很多游客来到流宫岛 必到的一个地方 大家都习惯称这里是北洋海军的司令部 事实上这个建筑物是在甲午战争开战前 两个月刚刚落成的 它的用途实际上是北洋海军的招待所 办公处 办公大楼 就是个全军一起办公的地方 在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前 有一部分人仍坚持自己的猜想 提督会从刘不禅或林太僧中选处 即便丁汝昌已经代理提督一直许久 但最终还是要交权给刘林二人 毕竟丁汝昌是个陆军军官 丁汝昌这个人 在军事指挥方面 可能是会有一些短板 或者是性格上的劣势 但换一种角度来讲 在人际关系上 在跟下主的关系协调上 大了一点说 在凝聚部队的战斗力上 凝聚人性上 他是有优势的 这是一方面 对上司 他肯于负责 肯于担责 扎实肯干 所以出于这样一种考虑 可能李鸿章更放心让丁汝昌来担任这个职务 丁汝昌很惊喜的是 李鸿章为他负责上日 他财略无勇 似乎有愿意启用的意思 只是李鸿章告诉丁汝昌 他既然隶属于刘明传的军队 又与刘不合 如果自己贸然任用他 将得罪刘明传 因此需要丁汝昌 做出一个决定 那么李鸿章说了一句话 很有意思 说在我麾下这些将领里面 有过军功的 打过仗的这批将领里面 说他掰着手势都算了一遍 只有丁汝昌这一个人 既没有党羽 也没有势力 得到李鸿章的提拔之后 丁汝昌这个名字 便与北洋海军 明刻在了一起 我身负的罪名数不过来 率领的舰队七零八落 千夫所指 我自知耻目 全然没有贪生怕死之意 只一事始终挂怀 我忧心军情随时有变 恐大祸来临 若畏缩不前 有罪 若战而失守 仍有罪 这是中日开战后 丁汝昌一封书信中的内容 北洋舰队成军不过几年 如何竟已知这般疲倦不堪 这个时期呢 事实上 北洋海军的军力已经落后于日本 但是这一次 李鸿章来的时候 我觉得他心事应该心事重重 知道自己的海军已经不行了 但他又期望 别人不要以为我的海军不行 希望这支海军呢 继续发挥一点那种威慑力 1894年5月份 李鸿章例行检阅北洋海军演习 大家称赞其阵型 齐整多变 训练有素 在各国面前 为大清称足了气势 然而实际的情况 却不可为外人道也 所以那次李鸿章的心情非常纠结 那么在阅兵的时候呢 在威海提了一个对联 咱们看到的 上连是万里天风永静 金黎巨浪 下连是三山海日 召来龙虎云雷 非常气势磅礴 但是这个对联就很苦涩 这是他期待着 外人看到的北洋海军 是这个景下 事实上北洋海军 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 所以他努力的想要提升一下 给北洋海军站个场子 撑撑场面 李鸿章用尽一切办法 虚张声势 只希望日本能够安分守己 可惜他估算错了日本的急迫程度 那是处在绝壁死骨的亡命之徒 除了孤注一掷 没有更好的选择 所有用来威慑日本的场面 都将成为他家族玛丽的催化 当年这个位置就是摆了一个太湖石垒的甲山 就是丁汝昌从门口一看 看到大海甲山 太湖石刚巧也是丁汝昌的老家 就是潮湖那一带他也出产这种石头 所以在这个宅邸门口放这么一个假山呢 可能也表达了一种想念家乡的这么一种情怀 从1891年北洋海军停舰 从参观日本海军建设 从1886年日本官员在东京建道定远号开始 北洋海军不仅步履蹒跚 身侧还有豺狼盘缓 大清不能流露胆怯 只能强作猛虎在山之事 考虞威换取片刻安宁 1866年在遥远的亚德里亚海上 爆发了一场划时代意义的海上战役 奥地利海军与意大利海军在利萨岛附近交战 这是人类历史上蒸汽动力铁甲舰的首次交锋 奥地利舰队的V字形阵型 在战斗中取得了完美的胜利 在不到30年后的黄海大战中 北洋海军采用了同样的V字阵型 效果却完全相反 由于甲午战争的落败 很多人将阵型列入了失败因素之一 实际情况是这样吗 1894年9月17号中日两国的舰队相遇 今天我们老是喜欢把它戏剧性的 有一种想象 就是日方在望远镜里看到了中国的烟 那么日本海军开始布一个阵 在琢磨 我们应该布一个阵 什么样的阵来对付 就是北洋海军 那么北洋海军也是看到了日本 那么日本人那样 我们在布里相反正 事实上这些猜测都是一种异端 因为中日双方相隔非常远 互相只能看到对方 是海平线上的几个黑点及旅烟 甚至难以判断敌舰数量 至于阵型排布更是无从知晓 那整个在海战过程中呢 北洋海军它的航速慢 舰炮的射速也慢 包括我们的阵型可能也有一定的问题 最后吃了大亏 造成了我们四艘飞机臣 包括那么多精良的将士都牺牲了 所以最初的双方怎么选择阵型呢 这其实就是一场命运的对头 北洋海军选择夹缘艳航证 并不是因为他看到了日本人摆了纵队 而是因为北洋海军在此之前 一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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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当时的朗威里总教习在的时候 就在练这个阵型 夹缝艳行阵是一种具有进攻精神的 横队阵型 是当时最先进的海军主流阵型 在甲午战前 由朗威里担任教习时 该阵型就已经被制定好 并进行操练了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早就有的预案 并不是说临场做了这么个决策 所以你要救也救不到这个 它是不是说临场决策 日本方面一样 日本的战场的决策是在7月23号 他们定了一个叫做战时条令 就是无论何时遇到中国海军或者发生战斗 我们都以纵队对战 就是不需要再临时的就是进行指挥了 与北洋海军一样 日本的纵队阵型也是早就制定好的 这一策略是由日本海军教习英格尔斯提出的 日本人是因为他们的老师 海军大学请的那个外国专家英格尔斯 给他们灌输 说世界海军现在的主流阵型是白横队 那么我们就是同学们你们要想 怎么来把这个横队破解掉 英格尔斯的进取精神和预判意识 使得他在给日本海军制定阵型时 剑走偏锋 选择了一种早已不属于主流的纵队阵型 刚巧了 这是一场命运的对头 恰恰也是一个19世纪 80年代的海军主流战术 跟着一个正在兴起的19世纪 90年代的还未被就是实战证明的一个新战术之间的一次对抗 所以黄海海战带有这么一种就是不确定性 并不是说双方就是想的很好 海上相逢 迎敌亮剑 在对阵之前 中日双方关于敌人将要采用的队列一片未知 带着各自训练已久的阵型交锋 这同时也是狼威里和英格尔斯战略意识的较量 等到互相互相逼近之后 双方才知道 你摆了个狠队 我摆了个纵队 所以不是不存在 就是我们今天的时候 他们早就看好了来我才的决定 不是这么一个情况 而作为总指挥的丁汝昌只在战前下达过三条指令 之后就再没发出过指令了 因为黄海海战开始没多久 丁汝昌就身负重伤 无法继续指挥 在战前丁汝昌召集军事会议研究战术的时候 他就规定 在预敌之后以艳行阵接敌 然后两两一小队 就是每两艘舰形成一个小队 保持同样的队形 并且你像机远舰广甲舰 这两个舰它排在左翼 这左翼这两艘舰 它因为舰掌管带方波签有点确击 那它就慢 大家都知道 一个阵型变化过程中 越外围的舰 它航程越大 当时日舰过来的时候 它一变方向 那定远和阵远 它也要随着往右转 这个过程中 在左翼的际远和广甲 它整个航速更跟不上 所以说整个就脱离这个主队了 而日本联合舰队 则排成一字长蛇纵队 这种阵型的优势在于 能够将整个舰队划分为本队和地域游击队 既加强了灵活性 又降低了保持队型的难度 地域游击队 它全是航速非常快的 这个舰 它发挥了它航速快的优势 快速绕过我们的主力 定远和阵远 绕到右翼 西安攻我右翼的 扬威超越这两艘弱箭 取得了这个主动 随后 日本联合舰队又形成了一个 前后夹击的态势 顿时将整个北洋海军的阵型挑乱 所以说我们看到 在这个保持队型这个问题上 实际上非常主要的一个原因 为什么没保持住呢 丁如昌没有想到 自己会在战争开始就负了伤 战前也没有部署过 他负伤后 由谁来继续担任指挥 正一筹末战之际 定远舰上打出了信号旗 右翼总兵刘不禅 果决地发号施令 自行接替起总指挥的职责 除了这个舰队的 这个各舰防速的问题 还有一个 就是战斗一开始 定远舰围杆 信号旗就被打关了 定远舰的信号旗围杆炸毁后 北洋舰队 正时陷入了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 五个多小时的战役中 北洋舰队各自围战 在硝烟弥漫中 兵远舰起火 志远舰撞沉 机远舰则趁乱逃走了 阵型之争 其实只是一个安慰剂 很长时间以来 国人愿意为甲午战争的失败 找一些客观存在的理由 这样心理上好受一些 甲午海战争 有两位著名的逃跑将军 陆地上有叶志超 海上有方伯谦 作为军中最核心的前敌将领 他们的表现实在让人不忍回顾 因为他们作为一个军人 没有基本的信念 没有对敌的勇气 后来还有人为方伯谦辩护 实在有一种啼笑皆非之感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位皇帝封赏过的 巴图鲁勇士的表现 那么我们目前看到了 就是方伯谦的 纪远舰上的当时的前主炮 所以说这个炮其实是个历史的政务 他参加过了丰岛海战 也参加过黄海海战 见证了当时纪远舰的战斗 在丰岛海战的时候 这两个炮位上的官兵 就是全都殉国了 所以这个炮也经历过了一些 非常就是英勇壮烈的一些场面 这门炮是在20世纪 90年代打捞出水的 甲午战败后 纪远航和其他北洋军舰一同 被编入了日本海军 参与了日俄战争 纪远航是在日俄战争中 与吕顺口外触到俄军水雷而炸沉 随着纪远航的火炮被打捞出来 一个与方伯谦有关 不为人知的秘密 也跟着浮出水面 今天来来往往的参观者游客 就很少注意到这门火炮上面 有一个秘密的痕迹 在他的炮尾的炮套上 方伯谦从黄海海战中逃脱后 向上级禀报原委 自沉机员号的火炮全部坏掉 丧失了战斗能力 不得已选择返航 然后丁鲁昌就派人去检查他的军舰 说这个炮到底坏了没有 据方伯谦自己说 炮全部坏掉 一门都不好 那么洋员叫Dyler上船检查一遍以后 说方伯谦这个船上的火炮 似乎没有什么问题 仅有的一出问题在哪呢 我发现在前主炮左侧那门 它的炮尾炮套上面 有一个好像被锯锤砸出来的一个痕迹 这种说法在以前的研究中都遭到质疑 存在着戴尔勒故意陷害方伯谦的可能 极有可能是一百多年前 那个英国人看到的同一处的那个砸痕 就是说这个军舰的人可能曾经为了遮掩自己的逃跑 为了给逃跑找理由 试图来破坏他们自己的武器 砸了一点 黄海海战并不是方伯谦的第一次逃跑 早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封岛事件中 方伯谦便因挂白旗一事而为人诟病 封岛事件后 甲午战争爆发 方伯谦作为所有管代理 唯一与日本海军有过直面接触的舰长 理应成为实战的中坚力量 然而结果令人大失所望 在这个邓石昌的致远舰冲锋被日军击沉之后 他就已经吓破胆了 就开始逃跑 那么海战一结束 他就被这个清政府朝廷就下令斩了 那么就是他这个事呢 陆陆续续的就有一些人替他喊冤 魏方伯谦方案的人指出 北洋海军章程中没有规定对于舰长切证逃脱的处罚 因此如何处决还有待商榷 那么在这个北洋海军章程里面是有规定的 只是被大家忽略了或是对这方面没有这个知识 而张生石这样规定 就是他列举了大量的这个违规现象 对于管代呢 他没有直接列举 而是用了一句依照雍正军规来进行处罚 那么这在法律常识里面 这叫援引 就是为了减少这个法条的重复 除此之外 当时的日本记录了北洋军舰返回旅舜口的时间 虽然7月号的时间记载上有些出入 不过最早的记录也是提前了四个小时回港 比如这个炮发射速度很慢吧 但当他回到旅舜的时候 炮弹弄光了 他事实上在战场上停留了很短的时间 那这些炮弹是去哪了呢 发射不了几发呀 但是回来以后一看 炮弹打光了 那么这个逃跑好像更有理由了 根据一些照片显示 经历封岛海战的纪元号两门火炮距离很近 同在一个像罐头般密封的炮罩里 这就导致日军炮弹击中炮罩后 碎片将给士兵带来集中巨大的伤害 不过更大的伤害并不是碎片造成的 而是瓦斯 爆炸产生的毒气使炮卫上的官兵纷纷中毒昏死 那么我们看首先呢 看作战对手他们的观察 我们当时的作战对手 日本联合舰队 他们参战的军舰 每一个舰长战斗结束之后 都有一份战斗报告 都详细的指向了这个机缘 都说机缘舰逃掉了 不管怎么分析 方伯谦作为逃跑将军的印记难以抹去 只是他自己临死前 也不相信朝廷会真的杀他 朝廷人后安有杀总督刀爷 如获苛求 尽亦革职了事 随一二品祸难咒负 而每月薪水数百两固然也 何必惊慌无措耶 这就是他的心态 他的思维惯性 必然是多年积累下来的恶果 马关这个地方 对中国的近代史来讲 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弟弟符号 或者是一个文化的符号 因为任何一个小学生 中学生他都会知道 马关条约这个概念 假如我们把十九世纪西方对东方的挑战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来看的话 其实日本和中国是完全一样的 就是像唐一碧所说的挑战回应模式 因为整个东方的现代化就是一个挑战回应模式 所谓挑战的回应模式就是说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固有文明的挑战 然后东方文明对这种挑战的一种回应 这就构成了整个东方的近代史 但是我认为马关我们可以来怎么解读马关 我认为就是两个不同的国家 两个不同的民族 在这种挑战回应模式当中交出了两份不同的打卷 所以我认为其实是一场考试 但是这个考试两个学生分别交出了两个不同的打卷 那么在马关条约这个地方其实是中国人交了一个失败的打卷 日本人的胜利 其实我们不要看成是他对中国的胜利 可以把它看成是日本这个国家 或者说这个民族这个大和民族在这种挑战回应当中他的一种胜利 我经常就说民族为什么对我们还有研究的意义 其实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日本人在学习西方的过程当中他的态度 日本人态度什么呢 拥抱西方 福泽于基说文明是一个整体 我们不能仅仅学习西方的坚船力炮 我们还要学习这个坚船力炮 制造坚船力炮背后的那种制度 所以日本走上了近代离线主义 而我们强调的是中学为题西学为用 我们是想在不改变基础制度的情况下 学习西方技术 这就是洋物运动 那么这么两个不同的学习方式 两种不同的思路 两种不同的道路 它最后究竟是谁成功和谁失败呢 马关就是一个答案 马关就给出一个最好的答案 就是那种认为应该把文明是成一个整体 走近代立宪主义 不仅仅学习西方的坚船力炮 而同时学习西方制度和文明的这个思路 毫无疑问去到这身体 我是反对把中国的整个近代史 看似一部取入式的这么一个近代史观 如果我们从一个更长的历史的角度来看 其实它不是什么取入 它只是说 两个民族在不同的道路中有一种试错 日本在这个试错当中 它找到它成功的路径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失败了 其实也是一次试错 关键是 我们今天是否去总结了这次试错的教训 这才是核心问题 如果说我们通过马关条约 而使国人警醒 不仅仅是隔地赔款 而从这种警醒的当中 提起一种历史的教训 让中国重新走上像日本一样的道路 那我们这种教训 这种成本付出是应该的 是值得的 最后在1895年的2月11号的晚上 丁汝昌训捷就是在旁边这个跨院里面 目前的考证来说的话 应该就是在这个东跨院里面 他喝下了那杯就是苦涩的毒酒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过了100多年 来到这个院子里面 已经是物是人非 只能去追想那些历史上那些人物了 唯有的一点呢 挺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就是在这个院子的角落里面 有一个子藤画一边一树 据说是丁汝昌在这的时候栽下来的 那这个子藤每年还按时的开花 看到这个就仿佛这个历史 好像又没有走远 就在我们旁边 我们似乎还能感受到 他们在这里那种生活的气息 故事结束了 但影响还不会完结 令人费解的是 清国官僚们 对于这场惨败战争的总结 竟然是不该建海军 马关条约签订三个月后 熟理直立总督王文韶上奏 取消海军 至此 北洋海军作为一个建制 在历史中一笔勾销了 在此消笔掌之间 中日两国的命运 发生了彻底的逆转 感谢收看今天的凤凰大事业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